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这么时间的延续吧 我们的使命也在变化 因为现在最近看到更多的中资企业来到美国 投资的项目也不从简单的一些贸易也变得很大 涉及各个领域 所以他们需要的一些帮助 一些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中资企业协会 目前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 能够跟美国主流的协会 政府作为一个平台 能够作为一个沟通 帮助他们的沟通 也让美国主流的一些协会企业和政府 也通过这个平台 能够接触到我们那些协会 能够帮助他们到中国去做合作 做一些 在投资方面 都能够帮助他们做一些 提供一些合作的机会 好吧 陈会长 那就是正好我有这个机会可以问你 97年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个会员 97年 这是我们的老会长可能回答的更清楚 但是你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应该不超过10个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一百十几个公司注册的 在我们的协会注册的 那还有很多还没有注册的 那你说到的数量了 我们接下去问质量 这个是不超过10个 到现在一百多个 这个简单意义上的数量上增加 还是质量上增加 也就是你刚才还提到一点 就是说是希望跟美国的 就是这种好的企业 主流 你刚才用了主流 那么我们这些会员 或者叫成员企业 是不是主流 什么意义上的主流 自身是不是主流 对对对 你问了很多问题 我先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整个会员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说 像差不多我们有超过10家以上的这种企业 在国内也是国际上是500强的公司的代表 就像举个例子 就像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国航 就很多这种公司 还有些高科技 像腾讯 百度 阿里巴巴 都是我们的会员 就是这些会员 至少在中国的 在中国国内 绝对意义上是属于主流 对对对 也就是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主流 和这边的主流企业要合作的话 借助这个协会这个平台 或者这个桥梁作用 产生这个 有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合作的机会 对对对 这个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代表一个中国的公司在这里 你能告诉我什么公司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的地位是什么 在中国市场上 中国联通是 差不多是三家最大运营商 电信运营商的之一了 所以说 然后在美国 在全世界 它在大概300多 这个500强里面的300多位 所以虽然不是在前卫 但是也是不低的 那你在美国的合作对象 是在美国排名是第几位 我们 如果从中国出来的运营商来说 我们的合作来说 我们大概就在 中国电信下面第二位吧 那么美国你的合作 合作 那我们这些美国的像 AT&T和Verizon 那些大的运营商 基本上都跟我们要合作 因为他们要去中国 一定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公司 帮他把那些服务 deliver 就是或者是 就是因为是你需要 你在中国是一个运营商 对 他的服务要通过这种载体 也就是运营商 才能递送到中国的消费者 对对对 或者是 简单意义上的 比如说是企业 的办公室 办公室 对对对 所以说 我自己的感觉 来到 这里已经做了十年 在联通 发现就是说 只是靠自己企业的力量 来去联系美国的主流 还是不够的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美国的企业 或者是政府 都不知道 虽然我们很大 在中国 但是在美国是不是很大 就是他们不太了解 中国的这些情况 所以我发现 通过像中资企业协会 这样一个平台 大家认可 能够接触更多的 美国的一些主流的 一些协会 政府 这样的话 他们对你 就是不只是对 他看的是这个平台 他对这个一个公司 他可能不是那么 那么注意 或者是那么重视 但是在一个平台的时候 他看到你是代表那么多 不同行业的代表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重要性 就提高很多 实际上是 你是作为一个整体 或者是作为一个block 也就是作为一个 大的群体的存在 让人看到你 这个块头很大 对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 到了美国来 都要这样做 因为你看我们 像我们自己公司 在中国有50万人 但这里只有50个人 这50个人 在美国的这种 来说是一个 很小的一个企业 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你比如说AT&T到中国去 是不是在中国规模 也在跟美国相比 也小很多 对 因为AT&T不可能 在中国做零售 是 同样你在这里做零售吗 我们不做零售 我们主要是 我们的服务 就像搞通 就像我们公司吧 主要是针对的是 美国的企业 他们有中国办公室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他们的公司 之间的一些通讯的需求 所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 一些那个服务 所以我们 我们零售那块 我们还没做 一到零售 你就可能要需要 很多很多人去做 但是现在这种 那或许零售的 如果对加外资企业 就是在美国地面上面 你是中国来的 就属于外资企业 对对对 你要去做零售的话 实际上边际效益 反而会递减 而不是递增 对对对 会不会 感觉我们是这样感觉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 扑得那么大 那么回到你的学会内部 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是代表的联通 那么你的会员当中 还有电信 比如说还有其他 对 会员和会员之间 有没有竞争关系 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基本上不带 不把那个竞争带到 在中国内是有竞争 对对对 就在中国是有竞争 跑到这里来不竞争了 为什么 我们业务上还是有竞争 业务上还是有竞争 但是我们到了我们那个平台上 到了我们的中资协会 我们是同等的 我只是被大家信任 或者是推荐上来做会长 你肯定电信的会员 电信啊 你的会员之一电信 投了你一票吗 我相信他们不是我们的 那个理事会会员之一 所以我们的理事会 作为一个投 执行机构 由他们来投票 但是他们 我们很多活动电信都专家 他们也发现很有用 其实我们平时也有很多沟通 互相 因为美国市场很大 那个我们都是 他们可能比我们大100个人 我们50个人 那这个市场就足够大去 容纳 容纳我们 对 就是不像是那个 实际上我还是在回到内部的 你这个协会内部的问题 你是会电信的 这个会电信 你是代表联通 另外一位老总是代表电信 你平时跟他见面 是会对他更好呢 还就是一般般 我们 我会 会帮助他更多 就是如果他需要用那个平台来 做市场 或者做一些沟通 我会更努力的去帮他做 比他那个 我不做会长 就是说在那个 中资企业协会外面的话 我们可能是个人的朋友 但是我现在觉得 中资企业协会 他本身就有这样一个责任 就帮助每一个我们的会 就会长的责任 会长的这种内心深处的骄傲 外化为更多的帮助 对 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从国内到国外 从中国国内到中国国外 你有了这个协会之后 而且担任这个会长之后 你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是 肯定吗 我觉得是 我其实我个人来说 因为公司本身也业务很重 我对这些 就是说 这种比较外面的一些 这种协会的工作 我平时我在没做会长之前 是 基本上我不参加 有很多时候有些活动 我就请我们的员工代表一下 但是做了 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面 做了会长以后 我自己感觉 有这个 有这个责任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 我们虽然是没有付钱的 但是我基本上花大概 最少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就是在为那个 协会 为协会 为协会下属的这些会员们 对 在考虑 是不是要举办一个活动 来讲一下税务 举办一下说 关于那个 那个法律上的事情 做一次 picnic 跟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这个我就会一直要操心 怎么样把会员更加积极性提高 做些活动 就是让大家能够多穿越 就这些事情就变得 我很多 有新的操心的事情 好吧 你当会长多少时间了 一年 这一年当中 有没有真正让你觉得 非常骄傲的事情 协会整体骄傲 和你个人都骄傲的事情 对 那个 我觉得我们去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 我觉得 对中止协协会来说 我们第一次 做了一次一个 比较 大的一个年会 这年会 而不只是我们协会内部的 而是对外的 当时那个年会的题目 去年是叫做 硅谷中美经济论坛 这个题目很大 请了谁 我们请了 我们本身这个 会员肯定都要参加 会员就来了 对 之外 我们整个的会议 是安排在 San Jose市政府的议会大厅 然后我们的 总领事高战生 我们San Jose的市政府 这个市长 还有San Francisco的市政府的代表 还有州政府的代表 还有那个 还有就是美国政府 它有一个经贸的 有一个代表 还有附近一些小的市的一些市政府 都参与 然后还有很多美国企业 跟我们一起做一个沟通 我们当时谈了新能源 高科技 又谈了那个生化 而且又对那个整个的中美经济 做了一个论坛 差不多有200多个人 第一次这样安排的这样活动 也花了不少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很好 我听上去你的年会 最吸引人的一点 就是说大多数的情况下 一般的年会或者企业的年会 一般是内部的 不会请嘉宾 那么你这个协会的年会 还请了嘉宾 那么就是说你先前所说的 咱们先前聊的一点 都是叫Build Insight 就内部固化 内部强化 内部增加凝聚力 那么你现在做的事情 请了外头的好多人来 不过可能将来的 越来越多都会请一些 头面人物 不管是经济界的 还是政治界的 还是其他行业的 监管领域的 行政官员参加 好像你在做Outreach 也就是你外向 要拓展你的影响了 那么这是战略上的 还是战术上的 应该是一个战略上的 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觉得 就像刚才说的 中心协会 不再是一个自己封闭的 只是大家互相 内部的一个沟通 协调的 或者一个 就像一个social的 一个协会 我们要对外 要能够把我们整个形象 推出来 让美国的主流的社会 也能够参与 跟我们之间 有一些沟通 然后一方面 是帮助我们的企业 影响力 另外一方面 也是把美国的企业 也能通过这些活动 能够 跟我们那些 相关的一些企业里面 企业能够一些沟通 有些合作的 所以我觉得 这次效果还是不错 因为主要的是 看到通过这个会以后 今年做很多活动的时候 要找sponsor 找什么都容易了 很多人主动的回来 还有很多主动的来做 保冷帖 好吧 你说了sponsor 这个概念了 那我就要问你 你上次花了 你这次年会花了多少钱 我们大概有三四万美金 基本上全都是有sponsor cover 连那个 身后的市政府都出了钱 你最好不要告诉我 他出了多少钱 也就是 但是 但是还算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还是 那个影响力还是很重要 对这个政府 对我们这个协会的重视程度 就是比这个拿到的钱 还更重要 你这个判断让我觉得 你是不是在 确实不是在做战术 只是在做战略 那么你希望做几年 既然做战略的 我就要接下去问你了 你想做几年会长 他们这里的标准的那个 任期是两年 所以我今天就去年一年 今年就是第二年了 但是一般的这里的传统吧 基本上就是两任 就差不多就四年 因为我先觉得呢 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 我们的会长也在改变 第一 其实前几任的 有银行的代表 有做旅游业的 有做贸易的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高科技了 我相信再过几年 我们可能也要淘汰 有更高 更新的这些公司 代表着中国的一些企业 他们就说来做会长 协会有办公室吗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办公室 一般的就是会长在哪里 我们就是把那个 这个我们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哪里 那么今年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看到就说我们在扩大 我们今年有一个任务就想能够 起码能够 能够做有一位像秘书长这样的职位 能够变成一个 permanent的一个job 不是现在volunteer 那么 其实我们要找地方是还容易 实际上你想把这个执行机构固化下来 对 等固化下来 一定要有办公室了 对 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应该像一个 我们做不了名人堂 我们搞一个名人墙 把第一任会长的照片挂在那边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建议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有一个就像家里一样 有一个家 有家的感觉不一样 跟着会长这样走来走去 我觉得也不是 实际上把这个第一任第二任 你是第二任 我不只是已经是第四任 实际上本身就是显现这个进步和发展 对 我们其他不用去多去夸张的说 或者是形容它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说我们需要一个传统 传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 都有自己的故事 然后这个协会这种传统形成自己的风气 对 说的文咒这一点就是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中资企业协会 它名字可能不一样 但是它基本上在洛杉矶 在每一个就是有大使馆的地方 都有一个这样的 领事馆的地方 领事馆的地方 对 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中资企业协会 每个地方都很有自己特色 所以我们自己呢 一定要做出我们在北加州 San Francisco这里有自己的特色的一个协会 因为这里是高科技非常集中的 有很多硅谷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可能洛杉矶可能是媒体啊 纽约是金融啊 就每个地方都有特色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 我们的协会的那个特色要做出来 然后显示出的不只是显示给美国人看 还是显示给我们很多 要来美中国 从中国要来美国投资的那些公司 直到我们这里的平台 也是为他们敞开 让他们多到这儿来 好吧 你当然是还希望这个 我们这个平台的扩大 对 那么我给你一个挑战 如果是出现了 你的会员出现了危机怎么办 你有危机公关处理的这个预案吗 我们也跟那个我们的领事馆 也有很多的合作 他们去年就给我们很多那个建议 在这个方面我们 不管是我们我们的协会 我们还把每一个会员都有 当然他们的自己安排 自己的这个这个公关 就是在就说这种这种你刚才说的这种 危机公关 危机公关或者一种 危机处理的这种方案 我们都有在这种紧急情况 怎么样联系方法 怎么样的那个跟不同部门的一种协调 都有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变加完备 因为在美国可能还有很多美国法律啊 什么东西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会员参加这个协会 如果是好的时候 大家希望达这个平台 如果出现危机的时候 是想真正考验这个会 协会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 最根本的时候 所以我想这个协会的话 一定要做出我们应该做的那件事情 比任何一个个人 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实体 而不是一个虚的 大家有饭吃的时候 有酒喝的时候 大家很开心 然后这某一家 比如说出现问题的时候 又沾不着边 又求不了住 有没有这个内部会员之间的相互的volunteer 就是相互的志愿的帮忙 某一天我希望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个话题 我觉得你有很多那个好的建议 我们非常愿意接受 因为我就是希望我们得到各个不同的方面 给我们很多好的建议 其实常态化的防范这个危机 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 比如说法律啊 税收啊 其他东西 大家有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 对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下次 肯定是随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跟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也增加 那么不可能有些风险是肯定会出现 对对对 不是一个会不会出现 而是出现的时机 对 而这个风险落到谁的头上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还不得不有这种防范意识 对对对 我同意你的观点 那个像这次就是讲到这比较 韩国的某一家运营商 对对对 航空运营商 对对 有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不先这样子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是你认为他的公关成功了还是失败的 我觉得那个他们可能对美国 美国的那个媒体来说 他们公关成功 不不不 我倒是认为他公关不 还是就说是 公关是他因为幸运 因为受伤也好 死亡也好 没有美国人 他的GR 就是政府关系做的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 公关是一塌糊涂的 那么我们 那你现在 陈总 陈会长 你是不是在追踪这个案例 希望整个的案例的每一步都会 都会看到一些名堂 对 然后我们的学会可以有所 借鉴 我们 我们学会当然第一个是 第一时间我们就很关心就是会不会我们的会员 有没有他们的单位里面的人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在这个飞机上的话 我们要需要一些帮助 但很幸运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跟 事关啊 经常保持沟通 那么 第二个我们也是打算去 因为我们这里是本地的一个中资的协会 也想找机会能够去 看望一些这些那个 这里还给留在这里还不能回家的一些小朋友们啊 还有这些 这些中国的那个乘客 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安慰一些中国人之间的一些安慰 所以我们正在安排通过那个一些渠道去安排这样的活动 我们其实很多协会的会员也有这样的意向 他们有的有的时候要要出力 要想出力 要有他们有有产品 还要给送东西给他们 大家都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也希望那个通过我们这个区调 这里也能显示出我们的 我们的存在 而且是我们作为这个某种意义上 你的存在其实不光是一个企业意义上的存在 也不是个协会意义上的存在 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存在 对对对 尤其是对两边 不管是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一旦做了这个事情 主流社会都会认同 都会首先是认知 第二是认同 最后还是一个这是一个长远的 如果说是做广告做公关的话 可以是营销意义上的 也是很重要 就是形象 也可以是企业整体意义上的 叫CI意义上的存在 对对对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在国内 如果有任何的这些灾情啊什么 我们这些大的企业都会 都会主动的去做很多很多这种救灾工作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延伸 在美国看到中国同胞 中国的这种乘客有危机的时候 我们这个企业也应该 我们不光要做到这一点 或许某一天 美国这边有什么灾害的时候 我们的协会同样可以出面 对 同样可以帮忙 对 同样可以用我们的产品 给他们 给这个美国的民众 当地的民众提供最实际 最实在的 对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的会员 会员当中有没有是太阳能板的制造商 很多 很多 那为什么我们的东南部 美国的东南部出现飓风的时候 房子给掀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送太阳能板呢 对啊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也跟他们谈过 他们都很愿意 其实有时候 有些那个太阳能公司 已经更新美国的一些这种 有生意上的往来 也不受生意上 也做很多这种保隆帖工作 他帮人家那个免费的提供太阳板 给一些穷苦的人的家里 装太阳能 他们也做这个工作 还去做 所以但是呢 我希望以后 要通过中资企业协会这个平台 也像你说的 危机 对 别人需要的时候 你去给它 那么等你有危机的时候 或许别人至少是用了理解的态度 你不希望它报答 但是你希望它理解 对对对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的企业到了美国来 很多 你也看到很多报道 各式各样的人家都不理解 担忧 你一做大人家就开始担忧了 实际上是我们的存在 首先是要localize 这个localize就本地化 这个本地化的实际上 是要直接递送到民众面前 对 而不是简单停留在商业层面 对 localize不是一个市场化的localize 本地化不是市场化的localize 而是人心意义上的 企业也需要软实力 对对 这个你刚才说的就补充一下 你说的那个localize 你说的企业localize 产品localize 我们可能雇佣很多员工是local的 这都不行 这还不够 你要做些公益的 你要把自己公益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的strategy的一部分 因为你说跟这些美国的主流的联系 这个你的这个social responsibility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美国的主流的一些协会 他们这块做的特别多 陈总我希望 非常高兴跟你聊这些 我希望我们我们的学会 你这个学会改章程 可以任三任 谢谢 我还记得你刚才说 班农先生说 你这个本身企业 你代表的企业 你的业务量非常重 对 谢谢你在业务量这么重的情况下 跟我们交流这些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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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